1999年 张志诚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踏进录音室 录制属于自己的第一首歌曲 尽管当时只是在一张 叫欢迎光临的合集中 独唱声音这首歌 可是他依旧做足功课 教出自己最好的表现 当初是怎么接洽到 这个陈豪他们的 就是录制属于 然后当时就去试音 就这样子 因为他录音了去试音 就这样认识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人 是雪冰 雪冰回流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是罗斯丁的组合介绍 雪冰给我认识 然后就这样子有合作 他就有去民歌餐厅听我唱歌 他就觉得 我唱歌能够感动他 他觉得他我有可能 所以他就推荐 极力推荐到陈豪那里 其实当时我就签了陈豪 我觉得是 我记得是1999年的1月1号 我签约的 其实那时候我在企划 这张欢迎光临合集的时候 对于志诚的企划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 要帮他写一个歌词 叫做声音呢 因为我就是希望大家 先从声音去认识他 而不是看他这个人 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人 对我来说要包装起来 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 原来那首歌是特地为你两声打造的 对 就是因为要别人认识你的声音 先认识你的声音 不要看你的脸 这么差吗 这没有太帅 是那个时候我觉得 做很多音乐都是 都好像是有一股热忱 像大作欢迎光临这个合集也是 包装大家一起来做 然后设计每个人还 就是半夜看到伟翰在那边 电脑设计每个人还去陪他 虽然我们不能帮什么 还是会陪 然后包装一起做 然后宣传大家一起做 有时候到一个点 我记得好像符绒的一个校园里面 我们台上大概是有八个人 工作人员有三个就十二个 台下只有五个